就是公式 應該還記得含數跟這個實列 今天的 那另外的話請各位再延伸 練習 所以這邊的話全文 那全文請各位就是在旁邊 再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這邊就是一個叫三字經全文 另外的話再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一樣這邊的話叫做變化題 變化題的內容部分你要可以去 比如說千字文 長橫歌 等等其他的你有興趣的題材都可以 所以這邊的話 那做法上面的話類似的 所以你把實列的東西延伸到全文 不過全文的話 本來有實列 現在要全文的話 那我想方法也差不了多少 差別就是把什麼這上面的全文 總共59列 59 這59列全部選起來 然後 然後等一下 把它複製貼到握頭裡面 試試看 我想 動作都一樣 只是說 這個量變大 來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完之後的話 類似長這樣子 這個是實列 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它變成全文 那我把全文跟芬蘭 把它分成兩個 全文的話 就把它放在 一個工作表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分開來 全文一個 在這裡 對不對 那分蘭另外一個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 感覺好像有點 有點會干擾到吧 所以我把它分蘭 另外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叫做全文的一個分蘭 那資料來源的話 本來是在選上面 差別是怎麼樣 我去選什麼 選的時候 切過來 點它一下 一樣要做什麼 F4 差別在這裡而已 那會不會有影響 其實沒有 完全沒有影響 再來公式 反正就是套那個公式 最後呢 反正就是 上面的編號 147 因為三個字嘛 兩個相差三個 然後再加上 它的前面是 幾倍 幾倍意思是說 幾個字 24個字嘛 所以後面的話 乘上24 那在24 如果套公式 再把它鎖定 按確定之後 之後就可以向右 向下 一氣合成 全部沒有問題 你會發現 以後你的文獻資料 要放在Excel裡面 其實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情 不過這一點的話 導師一般人不會特別去強調 這種文獻資料 怎麼樣在一些資料庫 或者試算表上面的呈現 另外呢 我也做了一個長恨歌 長恨歌部分的話 我是去搜尋什麼 搜尋那個 我們的 Google一下 長恨歌 裡面我大概找第三個吧 這個裡面 把這些字 複製之後 貼到 我們的 Word裡面 然後把該取代的 取代掉 不過 這邊可能會有幾個問題 我取代哪些東西呢 第一個 這個東西 你可能會看起來怪怪的 Ctrl加H 這個東西 請注意一下 這個東西 不是 段落 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手動分行符號 因為你們可能 比較沒有辦法 這個可能比較少用了 手動分行符號 它就可以取代掉 不然 你光要取代這個 可能有問題 因為這裡面 總共這麼多東西 你要一個慢慢取 慢慢的delete 接著掉 還蠻花時間 其他的就是把什麼 逗點 句點 封號 問號 把它取代掉 最後的話 就會看到的是 類似像這樣子 全部的 OK 就全部在一起了 那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一樣是長恨歌的全文 有沒有 然後這邊再多一個 長恨歌的分欄 就是 因為它每七個字嘛 所以8 選起來 像又填滿 選起來 像又填滿 那總共有 一列的話 就56個字 所以這裡面的話 我做出來 類似像這樣子 如果各位要參考的話 就是 第一個先去抓前面的長恨歌 然後把A1給鎖起來 再來的話 上面的那個 上面的部分的話 就是 這個的位置 這個位置 加上什麼 它每56個字 56個字 五十六個字的位置 OK 那每七個字 抓七個字 按確定之後 就完工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提供給各位參考 當然如果說你有細節 不太理解的話 我到時候影片 我會把它放上去 各位可以參考 那今天主要就是 我們的作業 大概就是 這個 總共就是 有這個東西 今天練習 跟一個全文 還有一個變化題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好 那時間也差不多 不然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示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